欢迎收看一分钟美国大选感浪 拜登主张调高企业税和个人税 又分析说可能会令企业的收益造成压力 拜登支持基建和再生能源 可能就会利好这类行业的相关股票了 新能源板块例如Senova Energy International Sunpower Enphase Energy这些太阳能股 以及龙头可再生能源公司之一 Brookfield Renewable可能受惠 博格华纳、韦世通这些专注电气化 和绿色能源技术的汽车供应商都可能会就位 至于Tesla会不会继续爆声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如果拜登当选总统之后 中美关系转趋缓和 无论是进口箱或出口箱都会因此受惠 我们下一集感浪再见